气氛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显得有些压抑 田不易缓缓伸直了身体 脸上阴晴不定 看不出他心中在想着什么 萧依才沉默了一会儿 天使说 这件事我也犹豫了很久 但一想 总不好瞒着你 嗯 萧侍侍 我明白你的意思 多谢你了 天使说 我看张师弟虽然与鬼王妇女认识 但似乎还未入了邪道 只是魔教中人阴险毒辣 张师弟年纪又轻 只怕多半会有些危险 哼 哪个畜生 看我回去怎么教训他 天使说 我有句话不知 你说 是 天使说 我之所以私下和你讲张师弟这件事 便是希望在事情不要闹打之前 你能好生处理 苍松师叔向来掌管青云刑罚 性子又颇为刚烈 若为他所知 只怕张师弟 只是他毕竟是你门下弟子 而且这些年来 想必你也花了不少心血在他身上 若真的闹大了 你和苍松师叔面上都不好看 所以 若是张师弟并无犯什么大错 你私下教会一番也就是了 嗯 萧师之啊 你果然有大将之风 也不枉掌门师兄这般看中你 看来日后掌门之位 非你莫属了 天使说过奖了 好吧 您也快些歇息 这次你的好意 我大竹风一脉 会记住的 他不知是有意无意 在大竹风三个字之上 加重了口气 萧义才却仿佛什么都听不懂一般 微微一笑 师叔太客气了 田不易点了点头 站几身走了出去 田不易独自一人 站在树林中辟静出 副手而立 这时已经夜深 苍穹上繁星点点 明月高悬 明亮的月光透过森林中繁茂的枝叶照了下来 落在他的身上 从黑暗中看去 他的面上眉头微皱 显然有什么心思 正在思索 就在这时 背后突然响起了脚步声 田不易转过身子 向后看去 突然一震 是你 来人却是他的妻子苏主 只见在这七清夜中 寂静临中 他静静走来 似乎在瞬间 就让人把所有目光 都注视到他的身上 仿佛这么多年的岁月 也不曾抹去他半分的美丽 苏如走近了 看了看田不易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你刚才 让大人回来 叫小凡到这里 小凡正好不在 我让他 去基高门 大理尊者那里看看 应该很快就会过来了 田不易点了点头 望了苏主一眼 似乎想说起什么 但还是没有开口 你自晚上看过萧衣彩 回来一直眉头紧皱 有什么事吗 田不易是长出了口气 脸色放松了一些 我就知道瞒不过你 说着 便把萧衣彩 对他所说的 有关张小凡的事 讲了一遍 苏如默默地听完 沉吟片刻之后 他摇了头 先不说小凡 是不是和魔教的鬼王 还有他那个女儿认识 但就算他们认识了 要以此说小凡就入了魔教 甚至说他 受魔教潜入清云门的间隙 我居然是不信的 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我以前收了六个徒弟 从老大到老六 就没有一个这么会惹事 又让我这么麻烦的 不过从老大到老六 也没有一个像他这般 在七脉大事上 跟你露脸的呀 那也就露脸嘛 被人用雷劈得 像个烧烧的石头一样 我的天师兄 听说三百年前 你自己参加七脉会晤大事的时候 也不过才进了前四而已呀 那我还不是 还不是那个时候 心里念着 彼氏头天晚上还去跑去找你 与你一起溜出来 在通天方红桥之上 共看行乐 一夜没睡嘛 到了彼氏的时候 一点精神都没有了 哪里是万世兄的对手啊 呸 万世兄 天纵奇才 决定聪明 我们这一辈弟子中 除了道选掌门师兄 在道法修行上 更无第二人比得上他 你算什么呀 当初进了前四 已经让你师父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居然还想着 打败万世兄吗 万世兄他自然远胜于我 不过当年 你去的他和我之间选择我 可见 我还是有比他好的地方嘛 我是当初鬼迷了心窍 瞎了眼 才会跟着你的 天不易听了也不生气 只只看着妻子 呵呵地笑着 眼中满着笑意 忽然间 他伸出手去 拉住了苏主 那柔弱无骨的手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这么肉麻做什么 再说等一会儿 小凡就要过来了 被他看见 那像什么样子 天不易淡笑不语 苏主微微低下头 却并没有把手抽回来 夜色如水 四野无枕 清凉的晚风 悄悄吹过 浮动夜色中 树梢的枝头 树林里头 很是安静 其实 我觉得小凡 现在这个样子 倒和你当年 很相像 你自己有这个感觉吗 不是吧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其实当年 你看起来也似乎 是傻傻的样子 谁都以为 你比不上那些 意气风发的师兄师弟 但最后 在你大竹夫 你脉之中 成就最大 道法最高的 反而是你 后来 你师父也把手作之位 传给了你 我那个叫做内敛 可不至少 你这个人呢 年纪大了 脸皮厚了不少 真那你没办法 不过 说到小凡 我就不信你们看出来 以他这一两年的表现 纵然不如林金宇 陆雪奇那般的聪慧自制 但也不能说是傻瓜 我看 他至少也在众人之上 只不过头千年来 本年冷落 心中有些自卑 看起来便 缩手缩脚的 有些木讷而已 说到了这儿 粗儒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他沉默片刻 但我一直想不通的便是 当年最粗浅的 太极玄清道 第一层道法 他怎么会足足 用了比普通人 多三倍的时间才能修好呢 现在也不用想那么多了 等一会儿老七来了 我自然要好好问一问他 这些日子 他究竟干什么去了 还干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出来 那你可不要等一会儿 对他又是凶手恶善的样子 他还没说话呢 便被你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有时候看他那个样子 心中便有一股气出来 其实你还不是想让你这个 目前最有前途的弟子 更好些吗 不但在道法上更进一步 就是在平日里对人处事 你也想要他 像齐浩消逸彩纳般 左右逢源 将来 说到此处 苏儒轻轻叹息了一声 停口不说了 天不易沉默了片刻 怎么了 不易 以你的性子 过了这么多年 也不曾见你改得像当年万世兄一般 所以 我知道你的意思 不用说了 若是小凡知道 你这个一向看不起他的师父 居然对他期望最大的时候 真不知道 他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就他那个笨瓜样子 还让我对他期望最大 别做梦了 苏儒在他身后 微笑地看着他 感觉到 依然握着自己手的他的掌心 温暖而宽厚 仿佛这三百年的岁月 一点也不曾改变过 他悄悄地 也握起了他的手 张小凡和宋大人 离开石头和他师父 大理尊者住的地方 向回走来 耳边还仿佛回荡着石头 那嗡声嗡气的笑声 一路之上 淡尽夜色渐深 除了几个手艺的弟子 众人都慢慢地 想处处走了回去 眼看快要到 大烛封锁住那个洞穴了 宋大人心中有些不放心 转过头来 对张小凡说 小凡 刚才我对你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吗 嗯 大师兄 我记住了 我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找你 但我看他从萧义才师兄那儿回来之后 眉头就一直皱着 只怕有些不快之事 张小凡漠然不语 心中更是忐忑不安 不知道 是不是萧义才 把那日鬼王和碧瑶的事 对师父讲了出来 如果真是这样 等会儿师父问起来 他可真不知道如何解释了 宋大人见张小凡没有说话 以为他心中有些害怕 便露出了笑容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凡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了 师父平日里虽然严峻 但心中 却十分爱护我们这些师兄弟的 不过 你可不要再冲动起来 万一顶撞师父 那我们也没办法为你求情了 嗯 大师兄 我前些日子那么对你 真是对不住了 你 你别怪我 说这些做什么呀 快点走吧 别让师父等久了 不过 这天也真是的 刚才还明月高悬的 怎么就这么一会儿 乌云就飘了过来 哎呀 这东海 毕竟和我们中原不一样啊 张小凡抬头看了看天 果然见到天侧 似乎一下子就暗了下来 事才还明亮至极的月亮 如今 只在渐渐堆积的黑云中穿梭 光亮大为简弱 看得让人心中发闷 说话间 他们两人已经走了回来 宋大人和张小凡停住了脚步 只听见洞穴中 传出了天灵儿和杜比书 开玩笑的清水笑声 张小凡沉默了片刻 对宋大人说 大师兄 那我就不进去了 直接到树林找师父了 嗯 也好 快些去吧 不过 线下有些黑暗 你在树林中行走 要小心一些 知道吗 张小凡面露笑容 点了点头 向前方那片森林走去 宋大人看着他的背影 忽然觉得 这个小师弟有些孤单的模样 叹了口气 摇了头 转身 走进了山洞 一走入森林 黑暗便似乎从森林的深处呼啸一声涌了过来 包住他的身影 张小凡顿了一下 心中一动 但过了片刻 眼睛渐渐适应了森林的环境 夜空上方 残余的月光 透过茂密的树枝撒了下来 落在无人处 有隐约的光亮 森林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没有白日的鸟鸣 没有野兽的呼吸 甚至 连往常随处可见的滴滴虫鸣 在这个夜晚 似乎也听不见了 到处都是高大耸立的巨树 威和挺立 在黑暗中 如漠人的战士 只有风声 从远方大海的深处吹来的海风 拂过了森林的上方 吹动树梢 傻傻作响 幽暗深邃的森林中 少年独自前行 张小凡的思绪飘开到了远方 在这个幽深的森林 寂静的夜色 他突然回忆起了许久 许久以前的往事 昏黄的灯下 还是孩童的他 依偎在娘亲的怀抱 对着外边的夜色 瞪大了眼睛 有淡淡的恐惧 原来不经意间 那一段过往的岁月 已经离开这么远了 他合上眼睛 深深地呼吸 然后甩了甩头 加快了脚步 继续向前走去 只是他并没有发现 在他走来的路上 黑暗的深处 忽然无声 亮起了两团红色的 像是燃烧着 恨意火焰的光芒 如一个人愤怒的眼瞳 天不易皱了这眉头 有些不耐烦了 怎么搞得 这么久了还没来 哪有这么快呀 大人跑过去找他 他再从大理尊者那里回来 就算用跑的 也要一段时间的 你总不能 让他为了一点事 就腾云加雾地飞过来吧 天不易是横了一下 抬头看了看天色 奇怪了 东海这里的天色 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是啊 刚才亮着呢 转眼就乌云盖顶了 不过他却没有 把这个放在心上 话题一转 问起了另外一件事 不易 从刚才开始 我就一直有一事不解 什么 如果小凡正如萧依才所说的 与鬼王妇女相识 于情于理 他都应该与 苍松师兄说才对 这一点 他应该很清楚 但他却私下对你说了 反对苍松师兄相瞒 其他平日里 和我们大竹风并非很熟 我总觉得 有些不太对劲 这个人 不简单哪 怎么 天不易并没有直接回答他 只是沉言了一下 据我所知 掌门师兄这些年来 专心参道 门中之事 已经渐渐不再理会 平日里的繁琐之事 大都交给 以苍松为首的 几位长老处理 如今门中有人私下议论 苍松现在已经是 处在龙手风的掌门了 苏如的身子一震 面上有担忧之色 他拉了一下 田不易的袖子 这话 你可见闻 不可在外面胡说 我自然明白 你放心吧 你也知道的 我青云门两千年来 特别是从青叶祖师 创下青云七脉以来 这掌门之位 一向是由掌门通天风里的 弟子接任的 但如今 但如今 苍松师兄在门中 德高望重 道法又强 声望更是仅次于 道寻师兄 本来萧一彩 今日掌门 像是并无意义的事 如今看来 却似乎有些疑问了 而且这两百年来 苍松他一直执掌 青云门刑罚之事 平日里说一不二 除了道寻师兄 他早就已经不把 任何人放在眼里 萧师之有些担忧 也是正常的 不一 这掌门之中 千丑颇大 你不用陷得太深 我何尝不知啊 但我乃是 一脉手作 如何能躲得开呢 今日萧一财 既然向我示好 多半便是为了日后相争 留下一道情面 反正我们只好走一步 看一步吧 也只好如此了 乌的一声 森林里不知名的深处 火转又一阵阴风吹了过来 张小凡只觉脖子上 一阵发凉 抬头看着满天树影 婆娑舞动 济如妖魔 他眉头微皱 只觉得今天晚上 这森林里的鬼气森森 大致不同往日 不过随即想了想 在此处住了许多日子了 从来不见有什么邪恶 难道天色暗邪便有了吗 想到了这儿 他心中便觉得好笑 就要往前快走几步 突然 在他的身后 故意豪气声豁然而作 直笔入耳 张小凡大惊失色 立刻转过了身子 面色立刻白了几分 只见在他来路之后 黑暗之中 缓缓地亮起了一颗 闪烁着暗红光芒的骷髅头 飞到半空 旋转不已 只见在那鬼哭声中 这红色骷髅头逐渐停下 面孔正对着张小凡 张小凡只看见 那身陷的眼孔中 竟仿佛有几点忧火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片刻之后 在这鬼屋的背后 却又缓缓升起两个身影 趁着红色骷髅头的光芒 张小凡看见其中一人 是个高瘦的老者 面目猙獰 容貌枯狗 几乎是皮薄骨头 看上去 倒似乎与那红色骷髅头 相差不远 一双眼睛 恶狠狠盯着张小凡 大是愤恨的样子 而另外一个人 看起来却颇为狼狈 个头虽然高大 但却被那老者 如临小鸡一般 拎在手中 动弹不得 满脸的无奈 沮丧之意 张小凡定睛一看 忍不住吃了一惊 口中惊异了一声 这人看着眼熟啊 却是个熟人 便是最初 在空桑山万福谷枯下见到的 这几日在这刘伯山又见了几回的野狗盗人 只见他被那哭狗的老者 用右手拎着衣领 哭丧着脸 不料转眼间 却看到张小凡正站在前方 一脸诧异地看了过来 立刻如看到救星一般 指着张小凡叫了出来 哎哎 就是他 就是他呀 张小凡吓了一跳 见野狗盗人指着自己叫个不停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却只见那老者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 发出刺耳沙哑的声音 就是这个 晴云门的小崽子 对 对 就是他 吸血前辈 就是这个杀千刀的王不但 害了您的唯一传人 吸血鬼叫老三哪 啊 在这个杀千刀的宣传人 是什么 真狠的 weren't 真的就在这顿